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美国为首的印太国家或者欧洲的国家希望能遏制中国实力的扩张 以及对周边所造成的威胁 另外那就是在乌克兰 大家也想遏制或者嚇阻俄罗斯让他不至于入侵乌克兰 所以不管是乌克兰问题或是亚太地区印太地区的问题 刚好就是上礼拜的整个外交事件的一个主轴 首先我们先看印太地区 在1月20号的时候上个礼拜四 日本跟法国举行了2加2的视讯会议 所以2加2就是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 2加2视讯会议 这会议也谈到印太地区 也谈到双方要加强的合作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晓得 法国今年4月要进行总统大选 所以总统马克宏现在外交上非常的积极 除了他参加也参加印太的多种演习之外 也希望能够强化跟印太国家的关系 尤其日本的关系 那么马克宏在国内也跟国人讲说 他是能够把法国推向国际舞台中央的国际级的领导人 所以选民应该在总统选举投他 当然法国能不能持续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 那看马克宏能不能当选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日法的一个二加二会谈 这是1月20号 1月21号礼拜五的时候 英国跟澳洲跟澳大利亚也举行了二加二 二加二所不同的这次更厉害 他们讲的是实体的二加二 英国的外交大臣防卫大臣 那么从英国飞到澳洲的坎培拉 跟澳洲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进行对话 进行对话 其实英国跟澳洲的关系加强 其实还是在脉络之中了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不是英国澳国澳洲和美国前列 就是三国的这个美 就是澳洲美国英国三国的军事同盟 美国英国要帮澳洲呢 去建造核动力的一个潜艇 那所以当然 上面是英国跟澳洲加强的 这对话也完全可以理解 理解呢 但是他们更重要的是 英国有建议啊 他是不是部署一些武器在澳洲 当然这只是一个概念提出来讨论了 那部署武器在澳洲呢 也就是英国下次如果碰到 亚太地区或印太地区有冲突的时候 和英国军队要介入的时候呢 武器啊已经部署在澳洲了 那当然动用起来就比较容易 这也可以看到英国外交的一个企图心 当然更重要的是 同样在1月21号 美国跟日本 那举行了视讯的峰会 也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和日本首家岸田文雄 也举行了视讯的峰会 所以会呢 那双方讨论的问题非常多啊 有讨论的问题 从双方的互动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的确是把日本作为他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盟友啊 也就是他整个政策的一个主轴 那么岸田文雄呢 那么承诺啊 在涛意会谈中讨论很多问题啊 讨论国防问题的时候呢 他承诺日本将要增加国防预算 8% 现在日本的国防预算 大约是470亿美元 而是日本说 因为要配合美国嘛 有各种的政策 跟他在加强 他强的双方的同意 在能源安全区域基础建设上面合作 并且在今年呢 释出10亿剂的疫苗 给区域国家 啊 也就是说 我们去年看到的疫苗外交呢 这今年还继续在进行 继续跟比如中国大陆别人苗头啊 所以他们以前的释出的疫苗太少了 现在订出了是10亿剂的疫苗 那么去年11月 在苏格兰的这个联合国气候高峰会议 上面呢 那么拜登跟岸田呢 曾经短暂交谈过 啊 那是这是第二次 第二次呢 那么也有些分析家指出啊 那么日本事实上在印太四国里面呢 他跟澳洲了 跟印度的关系都非常好啊 这也等于帮美国巩固了 这四国之间的关系 啊 尤其日本跟印度 今年是日本跟印度建交70周年嘛 那还有一连串那个活动啊 那活动在这样的支撑的支撑 那也有 在1月21号 日本共同社也报道呢 那美日两国呢 还想提出一个经济版的2加2 也就是国防部长 还成经济部长 那当然谈的 也当然也有各种的这个基础建设啦 主要是跟中国大陆的带路倡议啊 那么一带一路呢 那能够怎么样的一个对抗啊 支衡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就你就看到他们两国在演习 1月22号的时候呢 美国海军的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啊 动员了两艘航空母舰 卡尔文森号 林肯号 两个打击群 还有两个两栖攻击舰的戒备群 两栖攻击舰分别是美利坚号 埃塞克斯号 他就动了两个 那还有当然还有F-35的战机 最新的战机啊等等 他整个参加的演习 然后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日向号直升机航空母舰 来进行共同演习 地点呢 在菲律宾海 那这个这个当然就表示美国跟日本关系密切啊 那么整个外交上丝毫不堪松懈 可是另一方面 你看俄罗斯跟伊朗的关系呢 也加强 同样也在上个礼拜啊 就在美国和美日本啊 跟法国啊 英国一连串的这个西方的外交外交活动之外呢 伊朗的总统呢 也飞到了莫斯科啊 加强伊朗跟俄国的关系 那么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转捩点啊 因为在如果看到过去啊 1979年伊朗刚革命的时候啊 当时伊朗的宗教领袖 火梅尼火梅尼那时候呢 你想那时候还是苏联时代啊 火梅尼那时候也很自信啊 还希望苏联能够拥抱伊斯兰 苏联能够放弃共产主义啊 跟伊朗一起共同对付西方的邪恶势力啊 这是这是火梅尼他们刚成刚刚革命成功的时候 但是慢慢的伊朗当然发现他没有他想的那么强嘛 所以他慢慢的就就开始说 哎那么跟俄国建立关系呢 可以打破伊朗的孤立 取得各种原物料的一个来源啊 甚至可以打俄国牌 来来跟西方向抗衡啊 那么但是前一任伊朗总统 鲁哈尼的时候呢 鲁哈尼是亲西方的 所以当时就有一些俄国的官员讲啊 他们觉得到了伊朗来 好像看到两个伊朗 你看他宗教领袖哈美尼 那对西方非常强硬 那么鲁哈尼啊 或者他的外长阿基兹啊 那么对西方的相对来讲温和 就好像迥然不同的两个国家一样 可是现在呢 来西上来担任总统的时候呢 他整个是对西方有猜忌的强硬的啊 那当然跟俄国的关系呢 又有个新的里程碑 从今开始 所以过去我们比较少看到啊 这或少关注到俄国跟伊朗的关系 现在可以看起来 那么他们关系越来密切 而伊朗跟中国大陆关系也非常密切啊 关于密切也就在1月14号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啊 跟伊朗的外长共同宣布 去年两国签订的25年合作协定呢 正式生效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伊朗俄罗斯三国的关系 那么更紧密 所以这边有西方的 这边有中俄伊朗的关系 而这两组活动呢 都在上个礼拜发生 上个礼拜进行 当然更重要的是乌克兰问题啊 乌克兰问题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1月21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跟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啊 又在这个日内瓦呢 再一次会谈 再次会谈 再次会谈 结果发现还是没有结果 还是没有结果 所以从上个礼拜我们就谈到 不管俄罗斯跟美国了 俄罗斯跟北约了 俄罗斯跟欧安组织了 然后俄罗斯想跟美国再谈 再谈呢 但是谈判的门没有关 可是谈判就没有进展 俄罗斯也不做任何承诺说 我到底会不会攻啊 那就是网络上的各种的 或者说各种智库啊 各种不同声音啊 各种消息都出来啊 那美国情报单位就说 俄罗斯呢 事实上他已经有很多的 工程员进到乌克兰 可能到乌克兰炮制一些意外啊 然后让这个 俄罗斯有入侵乌克兰的机会啊 那么乌克兰这边的将领 就说俄罗斯呢 像战古频传 俄罗斯最可能入侵乌克兰 那是什么时候呢 那就是在这么中国大陆 办的北京冬奥结束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 因为中国大陆不希望俄罗斯 或入侵乌克兰 这抢了中国大陆的风头啊 那所以 有些说习近平告诉普京说 你要真的要打乌克兰的话 那你就等到我办完冬奥再打 那也有这讲法就讲说 那不是 那这个情形 当然美国已经做各种打算了啊 就万一这俄罗斯呢 真的入侵了乌克兰 然后复制了傀儡政权 那我们怎么支持反抗军啊 怎么支持这个地下的部队 去推翻这个傀儡政权 啊 搞得非常紧张 但是俄罗斯的外长的 拉夫罗夫就说 你们西方歇斯底里 我根本 我根本 我们根本不可能入侵乌克兰 那那当然也有人就讲说 不行入侵乌克兰 那到底他会 他会从什么地方 把核子武器啊 部署在更靠近美国地方 制造压力啊 所以各种的讨论都有 都有 也就在上个礼拜呢 我们就看到 美国的杜鲁门号航空 我们现在打击群呢 进入到了呃 低中海 然后在1月24号 礼拜一的时候呢 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 进行海上演习 那这个演习呢 那名字叫海王星打击 2022 当然那时候 从这里面开始演习 所以美国在 在跟在 在菲律宾海这边 两艘航空母舰打击群 在低中海又有一个 就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 啊 然后呢 他跟这个呃 乌克兰这边美国也提供武器啊 那么到乌克兰 到后来呢 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 德国不不不提供 德国不提供 德国说我可以帮你干野战医院 但是我不能提供武器给你 因为这致命的武器呢 提供给你跟我们的政策不服务 而且我们也觉得 那么对事情没有帮助啊 但英国是提供了武器 那俄罗斯这边呢 俄罗斯开始演习 俄罗斯演习 他宣布进行一系列的跨太平洋 跨大西洋的全面军演 所以那也是一场演习 虽然对不对 问题不一样 我们前面讲说 美国跟日本什么 在菲律宾海的演习 然后你可以看到 俄罗斯他在 在整个跨大西 太平洋 大西洋 他就全面的另外一个军演 就是两个冲突点 然后两边都感到非常紧张 那中间会怎么互相牵动 怎么影响 这都是我们持续观察的脉络 所以大概上个礼拜呢 几块大的新闻 就为你掌握到这里 我们下礼拜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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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